055型导弹驱逐舰将会升级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国产20兆瓦级船用气轮发电机,中国远洋海运杂志图片。 根据媒体报道,国产20兆瓦级船用气轮发电机近日通过鉴定,它的研制成功表明国产船用气轮发电机功率已经赶上欧美同类产品,为国产船船升级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甚至实现全电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舰船电子设备,信息设备越来越多,对于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大,美国海军博克级驱逐舰最初只有三部二五兆瓦发电机,博克F3配备有源向控阵雷达之后,就需要再增加一部二五兆瓦发电机,进入新世纪之后综合电力推进系统,高能武器进入实用,对于舰艇供电能力要求更是猛增,这样就需要为舰艇配备更大功率发电机。 应付激增的电力需求 以节约时间和成本,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推进电机功率就是20兆瓦级,朱姆沃尔克级驱逐舰推进电机功率达到36兆瓦。 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国产20兆瓦级舰用气轮发电机比现有国产舰用气轮发电机功率提高4倍,也就是说国产现有舰用气轮发电机功率大约在5兆瓦左右,这个数字大约是博克级发电机两倍。 同样供电需要,国产舰用气轮发电机两部即可,而博克级需要4部,发电机数量越少,相应控制系统也要减少,整个供电系统体积和重量也会减少。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5兆瓦级舰用气轮机应该是为了满足国产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要求,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位要比博克级大,并且电子设备实现了综合射频,也就是有源相控阵化,这样对于供电能力要求远远高于博克级。 即便装备三部发电机,055型万吨驱逐舰供电能力也能达到15兆瓦,比博克F3驱逐舰要多50%,装备四部则可以达到20兆瓦。 这个数字是博克F3驱逐舰多一倍,充足供电能力不但能够满足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需要,也为未来生有留下了充裕的空间。 055型导弹驱逐舰可能采用的5兆瓦发电机,这个指标是博克级两倍。 不过055型万吨级驱逐舰供电能力达到以20兆瓦,仍然难以驱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更别说还要考虑未来加装高能武器,例如激光炮、电磁炮等。 所以国产水面舰艇还需要更大船用气轮发电机,经过努力,相关单位功课多油动机高压电液调速。 双通道反流式集成旁排集变转速运行发电等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应用了直连双挠性转子轴系及低频多线图主动控制等设计。 研制成功国产20兆瓦级船用气轮发电机,填补了国内大功率船用气轮发电机,填补了国内大功率船用气轮发电机组控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船舶大容量电力系统的核心设备,不仅为推进系统提供了电力保障,更为未来船舶全电力化应用电定的基础。 20兆瓦级电机可以满足055综合电力推进系统需要,航空母舰可能还要提高功率。 从20兆瓦级这个指标来看,装备四部推进电机,大约就可以得到接近80兆瓦级推进功率。 这个指标已经超过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推进系统功率。 前面说过后者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功率大约为72兆瓦,最大航速30节,完全可以满足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升级综合电力推进系统要求。 另外这个指标也与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相当,不过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满排水量大约在6、5万吨左右,最大航速27节,并且也没有装备电磁弹射器等设备。 距离中国海军要求还有距离,因此国产船用气轮发电机想满足未来航母要求,可能还要进一步努力,增加功率。 中国威胁论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实际上除了我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还不断鼓吹伊朗威胁论。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伊朗和美国关系还非常亲密,受美国影响,当时执政者巴列维王朝试图在伊朗推行所谓的开放文化,导致大量色情,凶杀书籍,录像流入,激起穆斯林信徒的强烈不满。 同时为巩固王朝统治,巴列维还取消了宗教领袖特权,不断削弱其影响力,这下彻底激怒了国民。 1978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次年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什叶派宗教学者霍梅尼成为伊朗新领袖。 他认为是美国所谓的开放文化玷污了伊斯兰纯洁的精神,对美国非常厌恶,受它的影响。 伊朗人开始敌视美国,后来还出现了打砸美国大使馆,扣押美方工作人员的极端暴力事件。 1980年美伊双方正式断交,关系急剧恶化,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开始鼓吹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指的就是伊朗, 原本按照美国脾气,敢扣押大使馆人员绝对会毫不犹豫出兵镇压。 但上世纪80年代正是苏联军事实力巅峰时期,也是美苏争霸关键时期,实在没有经历和伊朗开战, 因此只能从经济上对其制裁,并从国际舆论上对伊朗施压。 当时美国国内出现了很多关于伊朗威胁论的书籍, 并在西方国家畅销,如伊斯兰复兴之呐喊,伊斯兰教育政治,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等等, 这些书籍称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斯兰势力崛起的危险信号, 并认为西方国家正面临着被伊斯兰精神殖民,信仰同化等危险。 当然最终矛口肯定会指向伊朗,含蓄指出西方国家破解危机的最好办法, 就是将正在崛起的伊朗扼杀在摇篮中,除了在西方外, 美国还在中东国家大肆宣传伊朗威胁论,特别是在靠近伊朗周围的海湾国家, 伊朗军事实力在中东堪称一霸,尤其是伊拉克垮台后, 在波斯湾海域已经没有对手,目前拥有45万常规兵力, 并且是中东地区第一导弹大国,成功仿制出我国前卫副18导弹, 俄罗斯的S-300防空导弹等等,年产导弹上万枚, 对付周围任意一个国家都轻而易举。 2017年沙特遭到不明导弹袭袭击后, 美国马上指着导弹残骸表示,这是伊朗的导弹, 并疯狂暗示中东国家,伊朗准备向他们动手了, 尽管无法确定背后凶手是不是伊朗, 但沙特等国家还是被美国一脸严肃的样子给吓坏了, 只能赶紧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自保。 据了解,今年3月20日沙特一口气从美国购买了价值12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800亿的武器装备, 包括黑鹰直升机、爱国者导弹、预警雷达等一些列高科技武器, 但这并不是最大一单。 2010美国和沙特签订一份价值61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148亿元的军购清单, 占美国一年军事总出口的一大半, 也是迄今为止美国签订的最大一笔订单, 除了沙特外,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这些年也从美国购买了大批武器装备。 伊朗陆军副司令哈比伯拉今年12月11日公开表示, 美国通过宣传伊朗威胁论共向中东地区国家出售约8000亿美元, 约5、5万亿人民币,武器装备, 相当于其一年军费总开支, 不过美国在利用伊朗疯狂领财的同时却对伊朗穷追猛打, 前段时间发布的石油禁令致使其石油出口量每天减少100多万桶, 直接经济损失7000多万美元一天, 至今累计损失上百亿美元,可谓损失惨重。 而按照美国说法,最终目的是实现伊朗石油营出口, 石油出口是伊朗最重要的外贸来源, 占总收入的70%以上。 美国此举无疑是切断伊朗经济命脉,将其往死路上逼。 如果美国最后不做出妥协,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很狠能会爆发一场战争。 2月13日,韩联社报道了韩国海军在独岛, 日本方面称为主岛,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 据韩国海军披露的消息, 从13日开始举行的独岛防御演习持续两天, 韩国海空军和韩警力量军参与行动, 其中包括3200吨极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等5-6艘舰艇, P-3C海上巡逻机,F-15K战斗机等4-5架战机。 从规模来看, 韩国今年的独岛防御演习和往年是差不多的, 不过这并不是韩国今年第一次在独岛搞演习。 今年6月份的时候, 韩军也在独岛及周边海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例行首岛演习。 虽然韩国在独岛的例行演习历史悠久, 但是每次举行此类演习, 都会戳到日本的痛处, 这一次演习也不例外。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在韩国军演开起的同一天, 日本方面通过位于首尔市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向韩国外务省提出抗议, 而日本外务省的金山县制亚州大洋州局局长也致电韩国驻日本公使表达抗议, 声称,